劳动力发展署中章头分署 今年专门为就业、直讯机动服务打造的 梦想在卡多巡回车 不仅可以广播、网络查询就业及直讯资讯 更可以及时视讯、向就业服务站咨询 走进偏乡服务 提供全面及快速的资讯给求职民众 梦想在卡多 巡回车在县民广场举行启动仪式 首先由台中市雾峰区 风谷国小台股队开场表演 随后副县长陈正森、陈分署长 台中市政府劳工局长黄和廷 彰化县政府劳工处长林立芳等 一同进行剪彩 见证梦想在卡多启用 请剪彩 梦想在卡多 在你到此都努力的未来 曾副县长表示 南投偏乡地区多 就业直讯不像都会区那么发达 此次劳动力发展署配置 梦想在卡多巡回车 让就业、直讯的资源和讯息 更有效到达偏远乡镇和存落 今天举行这个梦想在卡多的启动仪式 从整个功能性来看 他们是有就业、直信、创业 以及技能检定四项功能 那未来有关于受劳资相关的劳动业务 以及劳资关系的 其实都可以把它作为我们一个连线的一个主要预计 因为他们的资料是非常完整的 如果能提供给县内相关的我们企业或一些民众 来查询、住行的话 应该可以提供非常好的服务 所以我们也希望受劳处多多运用 这两辆梦想在卡多到偏乡 或是我们大型救援博览会的时候来使用 劳动力发展署中庄头分署长陈瑞佳指出 本车主要针对偏乡服务设计 车上租了有随车就业服务员 提供政府就业服务 以及职业训练咨询服务之外 透过搭载的行动上网 视讯系统等装置 提供最新的就业服务 梦想在卡多到它主要的功能 大概第一个提供我们相关的一个资源 第二个有广播的功能 第三个我们会有提供 线上查询我们相关的职缺 第四个我们会透过线上的一个 所谓的视讯 让民众做一些简易的一个资讯 所以我想民众的偏乡 在资源匮乏的一个情形底下 我们希望透过这两部梦想在卡多 让我们的讯息能够传播到我们的偏乡 巡回车共有两部 日前中桑投分数 特别举办创业命名比赛 最后由梦想在卡多出现 象征每个就业 创业或者是转职 都是一段梦想的开始 同时特别选择南投作为启动县市 未来将以此为出发点 巡回于山县市偏乡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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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巡回于山县市偏乡地区